欧洲时报网特利独行的形式作风,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带主角光环,无论主场客场,都能鹤立鸡群,脱颖而出。 近日,特朗普带着三个任务第五次访欧,出席北约峰会,首访英国,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。 7月12日下午,特朗普已经进入到访欧第二战,比英时间不长,信息量却很大。 8月12日,欧洲之行开始至今,凡特朗普所到之处,都留下了一个传说,且看全欧了慢慢到来。 特朗普,北约峰会非常成功马克龙,啊?特朗普出发前,北约峰会的气氛就有些,肩膀弩张了。 启程前,特朗普原发两条推特,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则被北约盟国,被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归队,亲爱的美国。 珍惜你的盟友,话音未落,特朗普又炮轰德国是俄罗斯人的俘虏。 默克尔则回应称,德国所做出的每一线决策都是独立的。 高手过招,招招致命,北约峰会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开场了。 一场比试下来,各方并为非此即伤。 法拿个说个话,接自封为王。 12日中午,特朗普举行新闻发布会,介绍峰会成果。 他用非常成功次字描述北次峰会,此前威胁退权的他表示,自己狠批主要成员国,让他们做出让步。 承诺将国防财资提高到2%以上。 不过,对特朗普口中的成绩,法国总统马克龙并不认同。 他说,各国达成的协议,只是确认到2024年,将国防财资升至TDP的2%。 那么,12日的峰会,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英国《卫报》为我等之关群众提供了一种视角,当天早上8时45分,北约成员国开始开会。 当天的议题并不是很有争议的内容,只是常规讨论格鲁基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事宜,以及北约的在富汗的行动。 英国首相特雷莎没有,默克尔、马克龙和其他领导人都到了,只欠特朗普。 迟到的特朗普一见门,就把话题转到织费问题上,指着默克尔说,否则美国就要退出。 此话一出,一片沉默,美国总统要退出美国,视为军事策略及时的组织。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、江派富汗和格鲁基亚领导们请出房间,召开紧急峰会,讨论军费问题,不过欧洲领导人并未松口。 据悉,原本安排在会议结束后的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均被取消了,只有特朗普例外,美国是否会退出北约组织? 这个问题成为了各方关注的关键问题,特朗普,你们瞅啥?吃瓜群众,瞅你特别,峰会之余,一些人际关系细节也开玩味,尤其是聚会者丰富的肢体语言,被吃瓜群众解读出了巨大的信息量。 11日,特朗普与卫冤盟友仰望天空,留下了一张迷之照片,网民热烈讨论特朗普到底在瞅啥,戏剧性一幕的背后,其实并不简单。 这张神奇的照片中,马克龙,默克尔,特雷沙梅这些老朋友,都看向自己的左边,而特朗普则望着右边的天空,于是,有好事者读出了政治隐区,说特朗普与其他人不是一条心。 更有知己语言学家雅纳杰曼解读说,特朗普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孤交保人一枚,后来,白宫社群媒体主任施卡比洛,特朗普看的是啥,看样子是有答案了。 社交媒体上也有人质疑,特朗普反方向的照片,是处理过的假图。 不过,Gatty Images官网上却是有这样一张照片,出自摄影师盖莫普上Gallop之手。 事实上,该网站上有多张照片记录了那一时刻,抓住了每个人望向不同方向的画面。 其实,特朗普就是被抓排到了某一刻,也许,这张照片火了,正是因为他简单的描述了图中主人公的关系, 容易让人浮想连篇,想到特朗普对被约的不满意,上台以来热衷于退群的行为。 不管是马克龙,默克尔还是没有,都曾和他意见相左,相互开炮。 特朗普,因为贸易要瓦特雷沙梅,实现人民所愿,告别布鲁塞尔。 特朗普12月下午抵达英国,这两天的英国可真够热闹的,先是两位要员托欧大臣和外交大臣纷纷出走,政府还是抵住压力公布了托欧白皮书。 按照特雷沙梅的说法,白皮书将外托欧进程,提供一个有原则性且有实践性的方向,实现人民投票选题的托欧。 希望这份托欧政策,能够打消欧盟人士的疑虑,欧盟疑虑是否被打消不得而知。 但我们确定第三方特朗普那事相当不满。 他还在布鲁塞尔参加被约封会时,英国太阳报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,特朗普稳定发挥了嘴炮实力,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特雷沙梅的软托欧政策。 多次强调,我告诉他该怎么做,他就是不听。 但保留和遵循欧盟的许多规定,换来的是和其他27国之间,保持一个较为亲密的贸易关系。 特朗普表示,梅根本不听他的,我会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。 说实话,我告诉过梅该怎么做,但是他不同意,他不听我的。 更要命的是,特朗普还说希望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,重新加入英国政府,并表示约翰逊会是一位伟大的首相。 嘎嘎的是,虽然这段采访是之前完成的,可公布时间可是在12日晚间。 几个小时前,梅刚在丘吉尔庄园热情款待他,还引用了英国二战期间首相丘吉尔的话,对我来说,是最大的快乐。 人生还真是难预料,英国人,宝宝来了特朗普,英国人喜欢我。 特朗普抵达英国后,再次接受了太阳报的采访,我好久没来这里了,但当他们让你觉得,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,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呢? 是什么让特朗普发出如此感慨? 当然是英国发起的反特朗普加年华。 路透社报道称,特朗普前往丘吉尔庄园时,道路两旁围了数千名示威者,对他的导览发出嘘声。 而警方预计,在特朗普访音期间,大概会发生一百多起抗议活动,这只是其中之一。 据悉,至少有五万人会走上伦敦街头抗议特朗普。 他们会制造声音之强,不让特朗普睡觉,计划将特朗普抱抱气球,抱飞在议会大厦上空。 还会大量笑在歌曲《美国八蛋》CNN称,针对13日将在伦敦上空飞行的巨型特朗普抱抱气球的问题。 他说,我猜当他们放出气球,让我觉得不受欢迎时,我没有理由去伦敦,但此前特朗普并非如此表态。 据CNN报道,在北约峰会期间,当被问及他在访问英国期间,是否担心抗议时。 特朗普曾告诉记者,我认为他们在移民问题上会同意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